用丰富的情感唱出动人的歌声 基隆仁爱区文昌里里长王明清 日前参加电视台超级红人榜 举办的第二届里长擂台赛 闯关成功夺下冠军 让他相当开心 更感谢比赛期间为他加油的各界好友 其实我这一次参加超级红人榜 第二届里长擂台赛 得到了冠军 心情很高兴 其实也很紧张 跟一位新竹里长 他也用跟他比的三手 他都很强的歌给你比 我们也是要用很强的歌给他下去 所以比赛心情就超级高兴 也很感谢我们里面 就是在比赛期间 都一直告诉我里长加油 还有一些中部南部 一些大哥大姐也打电话来 你里面加油 加油 你让我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一些老歌 所以非常地高兴 这一次的比赛 里长喜欢唱歌之外 也经常投入公益 这次他也受邀到仁爱区乐林学习中心 向影法志工分享参赛的经验 与唱歌的技巧 我这边来救国团这边 一些这边的志工 跟他们缺帚唱歌的一些技巧 其实就是要让他们这年长做的 唱歌之后 不是脑筋退伐 因为你记歌词 还有就是我们的嘴纸 不是说他生进去 萎缩 所以 唱歌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这边来这里就跟他们 互相的研究 研究的心情 你跟他们说 如果要去比赛唱歌 还是说心情不好 唱歌 也能解除我们的忧郁症 里长王明清也借此推广唱歌的好处 建由锻炼歌喉 让长辈的身心更健康快乐 保持学习的心态 让身心灵更加年轻 预防失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